台湾本土的理事企業斯卡羅開幕就得到了很好的回憶 企業當中的負責條件就在鹽水發來湯匆也是基地的出境 您今天議長所精湊抑前說鹽水來示範 希望發展只剩一個重要的也是基地 為了鹽水發來湯匆也是基地 因為本土企業斯卡羅在國內現起一步的條 企業當中的負責條件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所以發來湯匆也想為很多民眾的特論的委託 17日下午行政營議長所精湊全都基地使策 肯定這是党和地方合作的模範 期待可以為台灣製作更多精彩的構思 不必拆掉的長久的可以讓大家來的一塊原地 影視基地 同時也用這樣的方式讓台灣可以給影視的人才 以後要拍戲都不必在每一次都要建要拆 可以留下來讓我一起追溯球員也看向未來 負責議長也正說鹹水車站到外面跟市場 市長表示 這個京官該座的價位 將會讓鹹水地區再出身為觀光的新景點 那鹽水能夠讓它發揮過去我剛剛提到的 一輔二路三猛甲四月經 它的一個風華再現有賴於各位還有所有原水區民 大家的共同努力 那剛剛不管是過去城鄉風貌 還有城鎮之心 還有水環境的改善 尤其剛剛吳署長有提到的 月經港的改造是我們非常引以為榮 而且非常感謝的一個事情 原本一個容易淹水的 甚至像一個臭水溝 會造成一個環境問題的地方 現在變成一個觀光亮點 而且不僅有水利上的意義 還有觀光上的意義 更有文化上的意義 把月經港能夠重新復活起來 剛才新鎮毛的鹹水車站到外面跟市府 也有幾個月的花來湯秋的開放 希望透過氣球到新的景點 去英UK帶動鹹水地區的觀光 記者國伯義鹹水區蔡宏博德